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不到我储存的那么多天界战士都被打败了 不愧是龙帝 喂 你该不会真以为我在这里坐以待毙吧 你这点气氛 我已经识破了 嗯 不会吧 他真的知道我的位置了吗 不对不对 他这一定是在虚张声势 起招吧 太古龙溪 怎 怎么可能 搞定 你输了 等等 你怎么识破我的隐身的 我的幻术 可是连天神都破不了的 哦 其实我并没有识破你的幻术 不过我最近恶补的物理知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之前的几轮技能已经大致测出了你这个所谓的冥界 其实就是大于一千米左右的立方体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为三百四十米每秒 简单计算下你的声音和四周回声传入我耳中的速度 就能确定你的三维坐标 毕竟我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区区操纵幻术而已 还敢自称冥王 怒龙烈地 结束了 恭喜玩家楚天歌获得冥王领域的所有经验值 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 这家伙的力量竟然比神官都要强 到底是什么人 冻死我了 怎么这么冷啊 哼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 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吗 今天不怕死的家伙 还真是多 正奇 小看对手可是大忌啊 阿玉 你不会不知道吧 阿姨 你管谁叫阿姨 没礼貌 哼 你死定了 没礼貌的家伙 这是现出原型了呀 这么丑 闭嘴 你 雕虫小技 这就是小看敌人的下场 糟了 哎呀 神明山人 神明山人 兄弟 我记得准报 喂 拜托你俩专心点 这正打boss呢 你们 你们死定了 快躲开 臭小子 你成功激怒我了 后果很严重 你来托出这个丑家伙 剩下的 看我操作 好 我来贵贵你 不自量力 你呀 闪开 这就 K了 兄弟 你出手也太狠了 哎 发生什么事儿呢 龙狄陛下 已经从冥界出来了 看起来 冥魂怨咒 已经解了 哎 等等 两大魔神 都已经被解决掉了吗 你想得到永生吗 永 永生 怎么样 我说到做到 这个交易 我赖吧 不 我拒绝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老大的 你 这已经是我屈尊第三次和你谈条件了 竟然还敢这么不识抬举 找死 找死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识抬举 够了 现在 蒙田死了 林博士也死了 你再把他打死 原代码怎么办 算你小子走运 您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的 我还有一招 我一定可以拿到原代码的 我 行 刚才有 新关的电圈都保持着低调 他们的愿问还不到我技巧 别再理他们说炫调的 该来的总回来不用全预料 不宜句任何的挑战 尽管是有人在吊脑 技术秀到链回又料了 新装被拿下 form圈框 可情完整的阻力逃避现实这不是目的 抬头买这个伏笔装备上我心买到武器 不然的科技没有啥原因 怎样会让我很开心 神秘的声音电视就成见 生活太丰富就像是电影 电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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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科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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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总是拍电影说法你看不清 电影也是本领但是你只能上脑筋 上脑筋 不议据玩家的挑战 今晚是有人在挑呢 技术秀到链花要撩冷 新装备拿下刷券 可情完整的助力逃避现实这不是目的 开头买这个伏笔装备上我心买到武器